今天主要介紹這款機芯 為什麼要介紹這款機芯呢? 主要是買了這本書 它基本上是一個獨立代表師 每年它會做幾款機芯 全部都是客訂製的 你現在看到這款機芯 就是它叫做Kingsley的其中一款 它都是金錶的 表面可以選擇 機芯主要是這款機芯 另外一款沒有露出齒輪 簡單一點 其他也有做一些 不是這個系列 不是Kingsley 其他系列都很特別 有些全版型 就是英國傳統的Full Plate 四分三格版 英國全版型是全盤的 然後擺輪高了一層搭在上面 駝標就看到了 再說回這個系列 Kingsley 它也提及到 這款機芯的計劃 其實是來自Valju 90 Valju 90 我給你看看 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是沒有了 不會再推出了 這款機芯是Valju 90 你看到是否大底的格局也是這樣 就是看到有一塊板 這個位置 就夾著這個中心輪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齒偏輪的部分 即是鋼的 細細的 反 中文叫做反 這個就是去駕駛另外一個齒輪 這個齒輪擺開了 其實就是三輪來的 這個位置 四輪 四輪 這個位置 這個獨獨 就鋼中在這裡 這裡有一塊 蓋板 就是保護著油 不過今天不是說這隻 今天說回 Rebecca 那隻 就是 這個位置 第一件事 先彈它 我覺得 這麼特別 它是獨立製標師 它說明是 不用電腦 即是不用CNC 所以它一年 它說是做三隻 五隻 兩隻 即是幾隻 這樣 不知道是收多少錢 我猜都是二三十萬起跳 看看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 我看下去 擺論好像很大 但其實 應該不是很大 只是錯覺 一些 視覺上的錯覺 原因就是 它的肉本身 真的不是很大 就真的 三輪的位置 如果是這麼大 我計算一下 比例 可能 比一般 現在的 二百二四 二百二四 應該是 二十六 二十六點幾 橫細一點 那麼 它又沒有說 這隻機芯 是否用貴金屬來做 這樣 不像是金 它沒有說 它沒有說 假設它是金 會這樣 這樣 那麼 如果是金 做小一點 都對的 可能成本問題 我不知道 不過它的錶 我看過 尺寸都不太大 原來它做三十六 然後呢 做三十八 金錶 那麼它的表面呢 都是用貴金屬來做的 另外有不同式的表面 那麼 那麼說一下 它那個 我先彈它那些東西 彈它那些齒輪的東西 喏 看到大鋼輪 和 細鋼輪 看到 即是大鋼輪 Retro wheel 即是髮條上面那個鋼輪 那這兩個鋼輪 細鋼輪 Crown wheel 那一看下去 我看到兩個黑字 不知道 它說沒有CNC 那我估計 是否用Laser 寫上去 OK 但是Laser 一定要 是一個數位化的處理 如果Laser 即是不會是一個傳統 Analog的一個程序 因為現在用Laser 是電腦 你設定了一個字 它自己寫 一定是跟Numbering有關的 即是那裡有 那裡就沒有 即是這裡有 這裡就沒有 一定是Numbering 我不知道怎麼做 但我覺得它 不會是人手 寫上去 應該是不會 像是Laser 一些比較 強度 能量高一點的Laser 如果我看到它 都挺深 挺深色的 都挺深 在一個鋼上面 那個力量應該挺大 第一件事 我看到兩個鋼輪 我覺得是 一般 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好 如果以一個獨立 制標人來說 因為為什麼呢 太過One Dimensional One Dimensional 就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不同的邊位 收息切割 你看到這個位 是平的 平的位 OK 不知道它怎麼處理 可能是放射文 還是一堆 這個是放射文 這個我看不到它是什麼 但這個不是重點 那邊位 一下去 是不是很單一 好像太過One Dimensional 沒有什麼斜面的切割 然後 一些齒位之間的打磨 打磨其實 是有一個實際的作用 除了你說漂亮不漂亮之外 即是表面 你可能 整漂亮它 可能用日落的條紋 以前我們經常說 杜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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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有一個作用 就是你割了一塊板 出來 就有一些 披口位 即是你指完指甲 也是 那個指甲 就有一些披風位 那你批漂亮它 一個杜割 其實就是減少這些 一些碎屑 一些金屬的碎屑 你不理會它 長久以來 可能會脫少少 可能會影響車心 走下去 這些軸程度 走下去 其實影響了整個錶的結構 所以 打磨 有它一個 美感上的功能 但其實也有一個 工程上的功能 齒位的打磨 其實更加 如果你想想 這個位置 裡面 是否齒和齒之間的接觸 如果這些齒和齒之間的接觸 那些齒裡面 本身 原來是光光的 光光的 光光的表面 其實是比較滑漏 其實這個滑漏的狀態 光光是像鏡面一樣 其實就是 減低摩擦力 其實錶 來來去去 都是一個摩擦力的問題 能量的傳輸 就是能量的傳輸 OK 沒有能量 即是蜘蛛太大 其實有鏈也會停 而現在的錶 其實就是 一些蜘蛛太大 比如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OK 因為整條鏈 透過 這樣的 Gear Up 一個齒輪系統 去到那個擺 其實是很小力的 會是這樣 第一件事 我覺得 比較單一一點 兩個降輪的處理 不會有很多 至少我看這張照片 看不到一些 不同的切邊 有不同的修飾 的處理 第二 我看到一個雞頭 這個雞頭 就是夾著大降輪 這個雞頭 我覺得 不同標準 因為現在都叫做獨立製標示 我覺得是 雞了少許 這個雞頭 真的雞了少許 如果會有好少少的做法 這個好像是 現在坊間 即是 六四九七的做法 它是一個降鍵 彈弓在下面 這個好少少的做法 會是一個長彈弓 即是會是這樣 在遠少少的位置 比如這些位置 夾著 兩顆螺絲 然後有一個很長的鋼彈弓 這個鋼件本身 就是有彈性的 那個水平 會高一點 會離得 看看 這隻雞頭 都有很多 很可取的地方 在這裡 我覺得一般 厲害的地方 你可以留意一下 說一下雕刻 雕刻一定是厲害的 你看到全部是人手雕刻 快快板都有 不只是擺輪甲板 Gear Train Gear Train 即是三輪 四輪 琴重輪 最大塊的傳統系統甲板 油 整塊 這塊就是發條 發條加上中心輪 亦都有 這個 是很少的 很少牌子 這樣雕刻 雕刻 雕刻是最高的 如果你說打磨雕刻處理 那 因為這塊 這是人手 不是機器 雕刻 亦有不同的風格 不會像日來條紋 即吸一下波紋 那麼單一 可以顯示每一隻 每一隻 每一塊板都有些不同 這塊是值得讚的 亦都是少見 如果你說這樣 雕刻 雕刻 我先說說這塊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亦都是它說明 是來自於 Valju的 的一個 90 90 的一個機芯 雖然它說 是來自於 Valju 但是 它全部的板 和齒輪 和擺 都是自己做的 OK 因為沒有了 Valju是不出那隻機芯 這是歷史的事 不過 我想它是 拿回 ideas 這個ideas 就是 中心輪 整個結構 其實和 6498 是一樣的 為什麼一樣呢 就是 二輪在中間 三輪 放在旁邊 然後 6497 就是在對面 就是在 STEM的對面 就是 秒輪 這個就不一樣 你看到 STEM在這裡 即是三點鐘的crank 秒輪 就在這裡 6497 是正宗一點 你看到 Panerai 三點鐘 9點 是 秒針 這個就是正宗 駝標 駝標就是12點 和6點 但是你手錶 拎了 但又想做回 一個 6點 秒針 就要這樣 變成這個尺寸 6498 形態 一般 整個板套結構 都是 你也可以這麼說 這麼理解 最直接 最直接的方法 二輪中間 三輪 四輪 按鐘 然後倒個牌 大家可以看到 它漏了一些東西 做了一些 tweets 就是玩了一些東西 就是 它將二輪 那個反 那個反 理應 在這個甲板的下面 不會露出來 但是 它又將它露出來 二輪的反 就在這個位 為什麼要在這個位 因為三輪 做了出來 三輪 二輪的反 就是drive 驅動三輪的尺 二輪的反 在這裡 不鏽鋼 就是驅動三輪的尺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它 由頭到尾 它想將三輪 展示出來 展示出來 如何展示出來呢 就是在甲板之上 這個是 你可以叫做 超異常 就是現在 現今的世代 無錶是這樣做的 就是不計 Corno 可能你看到 有些 Cornograph 的 Gear 可能會這樣 看到整個鱗 在外面 讓你看到 看到整個尺 上面沒有板 但不計 這些Cornograph 傳動系統 傳動的 傳動的 二三四輪的 你沒有的 現在的錶 都應該沒有這樣做 這個又來自於 Valju 90 那繼續了 它的尺 上來了 要另外加多一塊甲板 去到固定 固定這個二輪 Centerville 本身 所以你看到 在主要的 Barrell Beach之外 我想看到 這塊怎麼叫它呢 如果我叫它 我會叫做 一個 中心輪的甲板 會這樣 因為它是騎不住中心輪的 騎不住二輪 二輪甲板 二輪甲板 但就是比 一般其他的 就是高了一級 OK 那 三輪的尺在這裏 但是三輪的反 就回到這塊板的下面 整個 然後又回到正常 三輪的反 就是驅動四輪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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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裏 這個位 圍著這個軸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三輪的尺 反 就是很小的 在中間的 降的 OK 這樣就回到正常 正常的機身格局 就回到 總共是 有少少 玩玩玩 跳脫了少少 就是某兩個位 就跳了上來 OK 後期又回到 你可以這樣理解 這個不錯 不過我做 我就未必會這樣做 的原因就是 三輪來計 因為它的 revolution 其實都很慢 Panerai 以前我記得 有一個機身 他自己 都專門路三輪 不過他不是這樣路 他不是這樣路 他全部都在下面 在甲板之下 只不過 他在三輪的位置 這些位置 就挑空多些 搞到整個三輪 都路了 不過我覺得 意義不大 原因就是三輪其實動得很慢 基本上你看不到它動的 因為它動的 revolution 速度 好像 慢成怎樣 簡直是分針的慢 你會看到分針動嗎 除非你有時間 才能看到分針動 如果我做 我就不會這樣做 我會設計過 是把秒卵 秒卵的尺 放在甲板上 你看到整個卵動 就是整個秒針動 是個人很多 我不會這樣做 我會把秒針動 好像三輪這樣做 針在甲板上 由頭來說 只是設計問題 OK 再說一說 再多個擺 這個擺 很漂亮 雖然不是剪掉的擺 都是封口的 你看到不同螺絲 一組一組一組 一組一組一組 好像以前 那些 溫度補償的擺 那些擺 OK 有一個 不是無卡導遊絲 我看到有快曼卡 外等 外等 外等也很漂亮 這組一組一組 三角形 一組一組 這組做得不錯 這組要賺一賺 鵝頸眉條 應該也做得不錯 鋼件也挺漂亮 這些都是很漂亮的打磨 當然擺輪會本身都有雕刻 全部都有雕刻 簡直是Strucker的招牌 這些雕刻 我留意到一件事 原來它的馬仔甲板 馬仔在這裏 馬仔的甲板 這裏 都頗大塊 而且用了一顆都頗大的螺絲 這個很神奇 通常馬仔甲板 這顆螺絲很小 通常是這麼小 不知為何 它和主要甲板的螺絲 一定要兩顆 左右一顆 是同一個尺寸 這個有少少 也好 大螺絲當然是好一點 但是 很少這樣做 因為同一個尺寸 反而 這塊 中芯卵的甲板 我覺得有點鬼畜 我又不會這樣做 不夠型 你這麼小 例如這些這麼大 這個這麼小 是不是沒有這麼好看 走過一點 弄大一點 弄藍鋼螺絲會好一點 我覺得 不爭在 燒藍鋼也不浪費你很多時間 走過一點 弄大一點 燒藍鋼 這個反而 可以大 可以不用這麼大 都可以 刀割處理 我相信 我這樣看下去 這些位置 都是全部有 當然 這些位置 即是有人手的成份 刀割處理一定可以 這個 說多一點 就是 有時候 一隻漂亮的錶 一些件的部分 全部都有打磨 一個齒輪 漂亮不漂亮 就是 剪就是這樣剪 但是 一個齒輪 你會有打磨 就是什麼位置 打磨呢 這些位置 你可以磨好 齒 齒的部分 另外 比較主要 齒的部分 你磨好 其實有一個 實際上 工程上的功能 我剛才也說到 另外 它有些橫擔 這裡 1 2 3 4 5 有五個橫擔 英文叫Rim R-I-M R-I-M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是可以有不同的打磨 或者不同的一些 邊位的修飾 會是這樣的 怎樣呢 例如 這些位置 平面位置 是否可以打磨 可以做一些很漂亮的拉沙 然後旁邊 是否可以像一些 邊位修飾 那樣 一些閃磨位 可以斜切 一點點下去 可以嗎 這些位置 斜切 一點點下去 然後在45度 一個斜角 有一點點打磨 這樣就厲害了 浪費你多少功夫 你可以看一下 又未必去到Philippe Dufour 你可以看一下 50層 如果你留意一下 50層的齒輪 怎樣做 如果你有的話 你可以拿出來看看 Fifty Votums 寶柏 做得漂亮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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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這樣看下去 就 未去到 獨立制標師的層級 我覺得 純粹看 這個齒輪 因為這個齒輪是露出來的 不同這個 這個 你也叫做放進去 因為你露出來 我就預期 你可能會交多一點點貨 但如果你說這張照片 我就這樣看下去 這個露出來的三輪 就 好像未去到一個 很爆勁的 打磨級數的水平 當然 批評一定 實足度 不可能 沒有這張照片是完全完美的 但當然 其中一個殺色的地方 就是把所有甲板 雕塞花 這是其中一個賣點 很多牌子 就算很多獨立制標師 都未有這個級數 全雕塞花 全雕塞花的機心處理 這個牌子當然是很年輕 就算在獨立制標界來說 他們兩夫妻都是很小 壯年 在整標界來說都算小 比起其他師傅級來計 我為何要留意他 其實都是他出了一本書 他才會留意他 如果他不是出了一本書 也不會留意他 當然出了一本書 也不太特別 主要是他有博士學位 也有中標學的博士學位 所以才會留意他做了什麼 我自己的感受也看到 就算捧上神台的Philip Defoe 幾百萬一隻債標 其實你見到也沒有這些釣花 所以你見到 每一個制標人的側重點是不同的 有些是著重一些邊位的處理 甲板的切割 超美的杜國打磨 有些是著重 即是你見到他 是著重這些傳統的雕化 會是這樣 所以 每個獨立制標師的牌子 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穿物點 所以某個牌子可能這件事做得好些 另一件事做得差些 就算一些高的牌子上了神台 Philip Defoe 你可以說整體上得漂亮 但是他們的比較 是有些不同質的比較 即是這隻Build Strucker 是有些東西是比Philip Defoe更漂亮 因為工藝品 一些藝術品 就不可以純粹說 你有錢一點 你有100萬 我只有10萬 你就一定贏我 就不是這樣一個同質化的比較 他們本身就是不同質的 這個不同質就穩陷不住 總是有些東西 這隻是比Philip Defoe更好 是一個普通的龍蝦 水界阿炸 你不可以純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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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純粋